高環男友李仲廷 入住昌映集團 事業體出租的回建築豪宅 加上重啟寡婦樓都更爭議 引起外界質疑 現在又有新市正曝光 李明開發的最大股東 叫做楊炳祺 那這位楊炳祺 其實也就是昌映的 昌映建設的董事長楊一全的兒子 那同時呢 他也是現在現任新竹市的 都更設計審議委員 李明開發的背後 就是昌映建設 而提供高鴻安上百坪豪宅的回建築 背後的全宣建設 也是昌映集團的子公司 立委參選吳昌點名 負責寡婦樓都更案的 李明開發大股東楊炳祺 同時是盈與投資的董事長 實際掌控李明股份高達17.74% 加上楊炳祺的爸媽 也就是昌映集團 董事長楊玉泉夫婦 跟楊炳祺的兄弟姐妹 總共六個人 加上六間代表公司 合計持有李明開發股份57% 若加上昌映董事林秋信夫妻 就等於掌控李明超過六成 昌映集團就是寡婦樓都更案 背後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我們看到 不論在哪一個環節 新竹市長高鴻安都和昌映集團 已經建立其密不可分的關係 以及利益輸送 新竹市府回應 高鴻安從未對都更案下指導期 要求公務員對廠商特別待遇 只不過市長跟男友 2月入住昌映事業群相關的回建築 3月啟動李明開發寡婦樓都更案 8月環評通過 都跟昌映脫不了關係 如今還得跟市民好好說明 三選成名的祝福君 還不報道